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房市不行了 这样上阵去为了推销卖房子 就有人会为了看这个来买房是吗 他招人吗 香港的所有的楼盘卖的时候 导演别看时间太长了 香港所有的楼盘都有世界小姐在买 买房送车送家电 买三送几点点 你再看下边 下一张 这房价跌了吧 人民上街了 说价格欺诈还我血汗钱 是吧 就是要求要退 要退 所以几家欢乐几家愁 你再看下边 现在房价跌了 你要已经买房子那个不干了吗 那个存款没了 就坚决要求退房 结果你再看下边 抵制无良开发商 不是有砸了那个售楼处的吗 我就说真是 涨了也砸 是跌了也砸 你再看下面 真的有这样的叫上海星河湾 我挺不理解的 徐老师 你们这上海的 上海星河湾愿意补贴 就掏赔 就是赔业主 就是说你的房子跌了赔 你知道据报道 星河湾集团16号宣布旗下上海星河湾和普通星河湾 两个项目下调 然后他自愿 就是愿意掏钱 赔上这个钱 总共你知道人家算他要掏多少 掏六个亿 这是疯了 我也不太懂 这是为什么 这个如果是一个个别的商业行为 这个我还能理解 因为你香港买东西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有的说我保证低价 比方说你来我这里买东西 你如果一个月内发现同样的东西 你能买到更便宜 我补回你这个最便宜的价 而且加倍 我看到过有这样 个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营销策略 也的确他有把握 美国有的 Lowest Fair Guarantee 就是最低价钱保证 那么如果你是下过这样的保证的 比方说我卖楼 我来说你现在买我的楼 如果说多少时间之内 这个楼价有特别大的变化 我就按照这个最低的来给 那这个是他有诚信之好 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整个社会上的一个游戏规则 那我觉得他隐患很大 因为这样的就真的要把这个经济行为 市场行为非常政治化 就使得买楼的人 本来是一个 我买楼其实都有点带堵的性质 我也不知道明天是升还是跌 那我如果说买的东西说将来 我要跌了的话 他会补给我这个资本 无良资本价 他会补给我的话 政府甚至会催生这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现在成都买房子都有这个包涨协议 包涨包涨包退 就是说要是他跌了 你拿我这投资 你要是跌了 把这个退 就有这样的协议 当然人家说这协议里边啊 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不过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如果你说像像像许中 你刚才讲那个情况 他是一个个别企业 他为了要加强自己的声望地位 营销啊 营销啊什么 这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那么多人去上街游行 说被欺诈啊 我其实不太了解内情啊 不好讲 但是我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种腐朽资本主义社会里头 长大人来讲 这都是很难理解 对香港人我可以跳楼啊 我怎么会赔啊 因为这是你的投资失误嘛 因为我们要搞清楚 买房子是怎么回事 假如你买房子 是真心诚意买来我住 他涨跌无所谓 对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那是我反正住嘛 对不对 他或涨了或跌了 我买了之后怎么样 那我还是这么住着 你真正要计较这个 是因为你预备要做一个投资 而任何投资都像赌博一样 是有风险的 等于你买股票 买黄金 你不可能去赌场 赌输了 跟这个核官说 这不行啊 这欺诈啊 这什么 你去跑去澳门 你跟何鸿生他家里面试试看 这么闹 把你的腿给剁了是吧 我怎么赢不到啊 我怎么赢不到啊 欺诈赌产 无聊的赌场 经营商啊什么 你不能这样啊 可是我到你的赌场门口的时候 如果你这赌场有这个 保证赢钱 跟我说包赢 到我们这来 包赢 那就不一样 那我进去说了 那就当然不一样 哪有一个赌场 给你包赢 哪有赌场 给你包赢的 有卖房子的这么说呀 当然他不把这个话 签在嫌疑上 宣传 他宣传 或者说我跟你说 你买这包赢 你一定是这个怎么怎么 那这个政府就应该管 政府管的是这个地产商 你当初做的 这叫不实宣传 任何同志怎么可以这样 我跟你讲 我就现在就觉得 人家香港啊 就是我是如此的爱香港 可是香港不爱我 他不爱我的一个主要表现 就是他这个房子 太酸的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说 我就说 香港不爱所有香港人 我一银啊 我一银香港 我就爱在香港看房子 你知道吗 我倒发现呢 人家香港骗人归骗人 都骗人啊 可是呢 骗人骗在名处 他所有的这个海报 底下你注意 写的都是 本图像是画家个人 根据描述 对这个未来这个楼官景区的这个想象 呃 也可能会有电脑修饰的这个成分 不可认为是真实的这个这个景观 呃 你还是要到现场踏刊 才能知道准确的 包括你看他写的这个戏啊 我说成熟的商业社会 就他的比例 从楼到海边的尺度 你光看这个画可能是偏差的 你看写的这么明明白白 这也是社会监督出来的 我跟你讲 前两年就有个楼盘 我们都说他名字了吧 用了一个南高音 很好的风景 山啊海啊拍的真是非常漂亮 以至于后来出个 出那个他的CD的时候 CD上专门打一行 是这个楼盘的广告歌 你说这个倒置到这个地步 但是马上就有香港的其他团体 报纸 还有一些公共公众团体来指出 说他画的这个图画 实际上他前面的海景 过一段时间就要被几个 已经定下的楼要挡住的 换句话说你买他的楼 二十多层以下将来是看楼的 三十多层以上才能继续看到海 把那个图报纸上登得清清楚楚 然后香港就通过了 一系列的这些调整规律 就是说你要说明你这个电脑图 还是你真的 还是什么什么 所以这种对商业 因为商业他总是要赚钱 没有监督他就骗你 就很简单 他不叫骗你 他叫宣传 没错一样的 对不对 香港开车那司机 在香港遵守交通规则 一到深圳他就乱开 他比谁都坏 没错 他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没有任何人天然的 就是会很有良心的当地产商 或者说 所谓良心商人 这是个本身是个讽刺的一个话 没错 他一定都是被监督成 有你刚刚说的这种可爱的表现 而且我就发现 香港这个骗数 他高一等了 就是所以买楼的要小心 我就跟你说 你碰见这种地产房产的经济 我觉得你一定要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你知道吗 他会给你造成一种 带来一本成人确的书 没错 你知道吗 现在有的是大陆的妹子 跑到香港做地产经济 做得非常成功 因为他特别 特别勤力 了解大陆男人的心思 也不是 就是恨不得一天给你打50个电话 你知道吗 而且你去看房子 你千万不能被他忽悠了 忽悠了是什么呢 他会造成一种十万火急的态势 对 你知道吗 很多没有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的人 当场就被忽悠进去 我跟你说 几百万上千万的钱 因为他当时 领域当这儿干 当这儿干之后 然后就说 哎呀 被人牵掉了 七楼那一套被人牵掉了 然后他又接一些 他总公司的电话 哎呦 不一定有了 这个电话一直追到晚上12点 都给你打 就是说 你订不订了 你订不订了 你要不订 明天就有了 我跟你说 你千万 大家要记住我这个话 他卖不出去 你也不要 你永远错失了什么 但是不要紧 永远会有房子的 对吗 你得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你得独立思考 想好了 不能冒犯 但是 但是讲回我们开始那个话题 不不 我在插进去 我有的朋友啊 在上海 就被你们上海 那个地产经纪忽悠的 当场30万订金 就给了 给了之后 回去 越想越头大 越想越头大 后悔 有反悔期的吗 现在买房有反悔期的 就是说 有几天叫冷静期 那几天里面 你可以无偿的退回的 我们朋友 怎么都碰不到这样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知道文道这个香港人 他就你看 一直不买房子 他就独立之人格 最后这次 他还一直租房为生 对 不能说租房为生啊 你是以别的特种行业为生 但是你是租房 什么别的特种 租房住 对没错 怎么了 你的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 房子是什么呢 房子是拿来住的地方 那只要我有个地方住 我管他 我是用什么方法住进去 你还是因为买不起 也可以这么讲 比如说香港买房很贵 对不对 但是比如说有能力的话 我可以自己建 我租 有人免费让我住 都可以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人跟居住的关系 并不一定像我们 所以为的 你要有物业 这是两个概念 因为你比较很多别的国家 你比如说欧洲 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其实只有超过一半 多一点点的人 是住在自己 够有的物业里面 那这是表示什么 就是说他们对于 你跟住的地方的 那个关系的理解 不把它理解为 是个我的拥有物的 那样的一个概念 我不是太糟 我不是说我家里来 肯定一辈子 绝对不买房子 或者怎么样 这是个什么样的 很重要的原则 而是我只是不觉得 这有什么必要 这有多大的必要呢 徐老师就不一样 徐老师辞到很精通 不是不是不是 我在想你刚才讲 大陆的在大陆买房子 跟在香港买房子 很不一样 它的背后 在大陆买房子 现在很多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专门写过文章 我就说近年来 中国的阶级分化 是由房价的 这个房子造成的 就是说我 我举了一大串的数字 就是说你买房 跟没买房的 情况很不一样 尤其是什么样 那么 大陆现在买房子 它变成了个意识形态 因为大陆 它有一个好处 因为经过革命 经过革命以后 有个好处 就是说平等 基本上社会上人人 就是说反正 反正你这个 如果是社会上 一百个人吧 你排名九十几个人有 我下面排在十几的人 我也要有 大家都有 这有一个平等 这个也可以说是好处 但它实际上 也带来了一个坏处 因为它在所有问题上 它都相信 尤其是现在 在房子问题上 因此在大陆呢 现在在相当人的心里 就认为买房 是天赋人权 买房是政府的责任 要让我们每个人 至少我有工作的人 我健康 我正常工作的人 如果我不能买房 这个社会就不公正 不平等 政府就有责任 这个社会就是 就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就有 因此呢 你买了 给我买了房子 说明天你跌价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就要来谴责 来批判你 所以它跟 在香港呢 是这样 住房是天赋人权 我如果香港居民 我没有房子住 政府有责任 但是买房呢 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就是你有了钱 你才能买 你很多香港大学老师教授 很高的工资 他们不买房 也有 但是也有 50%以下比较穷的人 他们不买房 但是他们不买房 不能吵的 你不能跟政府说 香港每个星期天 有游行 你没见过个游行说 我们买不起房 买不起房 对不对 会抗议地产霸权 对 但是概念不一样 就中产阶级会抗议你 政府垄断 房价什么声 但是不会说 目前现在大陆 维稳到一个什么 很多地步 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 我觉得它这个 这个神话 怎么造成的很复杂 它有革命的 遗产的成分 也有这些年地产商的 一个意识形态的 因为它要卖楼 各种各样的方式 要宣传 总之我觉得 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个概念很难站得住脚 为什么 因为你 在大陆很普遍 你不太说得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说 住房是天赋人权 每个人 都不应该是 无壳锅牛 这点我觉得很好理解 从社会主义理念来讲 是完全正确的 从杜甫的角度 理解也是 杜甫理解也是 完全正确的 当然啊 但是问题在于 你说从住房 到要有产 这有个观念的飞跃 而这个飞跃 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理念来讲 是说不通的 你共产主义里面 我们说 我们大家是无产阶级 有没有无产阶级 跟资产阶级 最根本的区别 就在于 你有没有横产 你有土地 你有田产 你这还叫 无产阶级 有横产 反则有横心 无横产 无横产 但是我们共产党 搞革命 首先一开始针对 三个代表 早就与时共进 我知道 但你想想看 回想当初共产党搞革命 首先把大家做阶级成分划分 这个划分分在哪呢 这有产无产 有没有房产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线 但是我刚才讲 香港跟内地的一个差别 除了观念上的这个差别 跟以前历史有关 还有个现实的差别 就是香港政府 把卖地拿来的钱 主要来盖很多公屋 平民 房子 各种各样的居屋 就是他的确解决了 买不起房子的人的居住问题 而在内地呢 卖楼的收入 据说只有5% 拿来盖 现在可能再提高一点 任志强他们在说 要是大陆 各级政府 把卖地的钱 也能够把大部分 来让大家能够住到 基本的房子 让农民工尤其是 现在最大压力的刚性需求 就是农村进到 城里的人 他们没 还有下一代 20多岁 刚刚工作的人 现在都看着老爸 要啃老 为什么 就是要你帮我们弄套房 所以你就说香港 我为什么我说我爱香港 我就发现 可能你们香港人 就香港并不是个 幸福的生活 但是 作为我这个大陆人来说 我对香港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知道 就是说 华人自己治理 这么样的密集 如此的高速 高效 有条不紊 你就看香港开车 这个路 每一个路 哪有什么深圳 那么宽的马路 哪有 但是次序好很多 这跟输送带一样 一辆车走一个 你可以走得非常快 而且 你很少见到堵车 对吗 而且 你还成功 我还成功 我发现香港成功的 做到什么呢 开车的人 开私家车的人 比那个公共交通的人 你方便不了多少 甚至还麻烦 钱 你包一辆地 是从这到这 是多少钱 和你开私家车 从这到这 油费加上停车 是多少钱 就说你特权不到哪里去 这基本 你更愿意 说不定公共交通 对吧 而且包括了舒适程度 这个空调 或者都差不多 我发现房子 其实也是 说是它是什么豪宅 全是几十平方 我就说香港 是什么贵族 贵族在大陆 咱仅从这个钱上来说 香港那个千尺豪宅 我一看都是孙子 我就给你看 我就发现 千尺豪宅 就是150平方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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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多平方米 90多平方米 就是我就说大概相当于150平方米的 这在香港是富人才能买的房子 这在1700尺 1700尺的房子 2000多万 我告诉你讲 我真几一看 他恨不得能给你分六个房间 而且呢 洗手间多 七个洗手间恨不得 你说这预备什么呢 就预备一家三代几十口的人 在这住 一个一个小格子 连那个保姆房就能放进一张小床 还给保姆弄一洗手间 我看150平方米的房子 他那边有六个洗手间 为什么 就是老人 什么什么住住住 我说这算什么富人呢 但是你看 这是阶级啊 他要给工人有一个专门的洗手间 你就不能跟我们用一个洗手间 香港地方虽小 阶级分明 所以说 香港贫富差距大不大 香港人民当然会说大 但是大陆人民说 你们不算大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到香港呢 是有贫富差距 但是香港的这个阶级差别的感觉 跟意识不如北京厉害 对 你刚说到开车吧 你说香港开车 其实开私家车不比公共交通方便多少 那可是我觉得 你如果这么讲话 其实北京也是啊 你北京你开私家车 你说你会比公共交通方便吗 不方便吧 我跟你说啊 方便 就是他方便在哪 所以就可以调分履细的说 第一呢 我在北京 我坐在自个车里啊 比你坐地铁的滋味好受多了 对 你那坐地铁 那挤的那哥们人都贴在这 我舒服多了 就是就是底层的人的生活没保障 这个就是关系 再者说 你知道吗 香港一个极大不方便是你停车 可是在北京 堵是堵啊 可是真到了哪 随便街边框一停 停车成本低 对 香港停车费你也便宜 比香港便宜 你也便宜 对吧 你现在这几项上面 他比公共交通 可是我是觉得北京跟香港比起来 或整个大陆跟香港比起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不只是私家车有多方便的问题 而且在大陆今天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成为一个身份力是很重要的标准 对 在香港我们不大 当然我们也会分 这人家住豪宅怎么样 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还不构成一个那么严重的一个阶级分野 在大陆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阶级分野 其实就为什么 我觉得刚才子东老师说 这个在大陆我们过去经过革命 有平等意识 对 我就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你一个有革命传统 今天我们那么多新左派的人 像我们好多好朋友干阳 老说我们通三桶了 其实这个社会主义平等传统 你这么一个有平等传统的国家 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今天那么重视 这样的一个阶级区别 反而香港这种阶级区别的意识 没那么强的 香港的实际上的区别呢 不比大陆差 对 但是大陆感觉上的贫富区别 要比香港严重的多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观点 在香港的穷的人 他是一辈子不去半岛 他也不难过 他看到前面一个人开一个奔驰 我坐地铁 他也不不那么羡慕 他也不会就那么尊敬你 我两女看到你开一个奔驰 我不会因此就跌跌的上你这个车 对 可是在大陆呢 正好相反 我坐地铁的人一方面物质上 physically是很苦 另外一方面精神上的折磨更大 就是说你跑出去 你看同样两个人 我的同学开了个奔驰来 我坐地铁 虽然我可能比他快 但是我自卑的不得了 这个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大陆这种对穷富的 这种强烈的感觉 从正面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说中国的人民 经过革命以后 他最不能容忍 世界上这种 由私有财产造成的 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 他特别不能容忍 那么从负面的角度来讲 就是因为被革命 搞坏了社会的基本秩序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